開台啦 開台啦 Go the moon 又要看Dart哥 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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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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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嗎 各位 聽到嗎 聽到嗎 OK啦 聲音畫面沒問題 蛤 有些人說這陣子都怪怪的 信不信啊 蛤 很厲害啊 Over 沒有啊 沒有開始吧 Let's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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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k and roll 咳咳咳咳 今天有很多瘋狂的新聞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中一段就是有一個呢 有一個女孩子近日在大陸的幾個討論區特別多人看的 就是跟香港的高燈差不多 那是誰呢 第一個就是那個天涯 第二個就是一個叫什麼 貓撲還是什麼鬼 有一個好像叫什麼 那就是用身體來換旅行 那怎樣身體換旅行呢 就是這樣 他就在那個天涯和貓撲那裡留言 他就說 類似說什麼 我現在就想去每個地方 想郵遍全個中國 每個城市每個省份都要去一次旅行 但是他就說他表明的 他沒有把那個報紙放出來的 那個報紙 但是他就有絕要的內容 他在這些報紙裡 那個女孩子就寫了 他旅行的條件就是不要太過辛苦 就是因為他說他不是有很多錢 所以他決定發起一個運動 就是他說 每個城市就一城一外 之後他就說每個城市就找一個臨時的男朋友 不過那個男朋友就要照顧他所有的住宿和旅行的費用 那麼他就標明說什麼會陪他 陪他男朋友日到夜陪他 大家不要以為做這個男朋友很簡單 嘩 都挺複雜的 你要請他去旅行 之餘呢 還要通過某些關卡 首先 身高要1.7米以上 然後還要30歲以下 然後最重要是什麼 經濟要歡愉 還有要出手大方 那麼嚴格來說 想你陪他去旅行 除了要英俊高大英俊之外 最重要是什麼 當然是有錢 這個女孩子的樣子 都高 有長腿 他有些照片 報紙CAP的照片 有長腿 他的樣子 短短的頭髮 都白白正正的 都算是挺漂亮的 都可以說是 但是很多網友就評擊他 就說 我看了一個英文版的報道 就說什麼 Moral compass 不知道什麼 Out of order 就是說他的道德指南針已經是 什麼 失去了? 控制? 已經是壞掉了 中文的報道 就說他什麼 雙風敗德 那些 什麼意思 什麼叫一成一愛 這些 美其名 包裝 什麼一成一愛 其實主要就是 簡單的就是 拿身體來換女廢 這些是很雙風敗德的事情 沒有人立即應徵 就說什麼 現在叫他來香港 你們是不是想去應徵 我就不會應徵 他就是應徵我 差不多 我是發表一成一愛 我每個城市都要找一個女朋友 之後就說我住宿 然後陪我去旅行 我就做 不過 這些是這麼說 但是要我做我也做不出來 有些 我都覺得有點厚顏無恥 你說 你說是那些背包女客 找人陪我 做我享道 陪我玩 我都還OK 還要別人給了這些錢 實在有點二十個 我就覺得 我也做不出這些事情 就算有些 全世界各地的美少女 就說我馬上來 達叔 你來什麼 阿拉斯加過來 或者去哪裏 北極我做你享道 什麼免費給我 但是我都不餓 對不起 我拒絕 我拒絕 我不需要 我最討厭人要這樣 我給了 我就算窮 我也可以去旅行 我就自己背著背包 寒寒酸酸地去 吃麵包 或者怎樣 都可以去旅行 不需要這樣 好 借下去 差一點 大概 很多人討論 他問這件事 就說 去旅行 好像是 還有一篇 報道還有一件事 英文版的報道 直接刮到 那個女生 曾經去過什麼 杭州 漂亮 蛇得了 這個漂亮 他說那個女生 已經去了杭州旅行 已經找了一個男朋友 英文版的報道 被挖到這個男朋友 之後那個男朋友 就說了一句 我不是太想 不想太多 被人討論 這件事 就不是怎麼說 太多這件事 就是 那個女生 首先 報紙人問他 你是不是 有跟這個女生去旅行 他就說 是 但問他詳情 他就死口不說 沒有再說過這件事 當中他們 去旅行的過程中 發生過什麼事 是否愉快 就不得了知 但 我猜 那個男生 應該不會太愉快 如果他很開心 那個女生 人很好 他就肯定會說出來 我猜 也不會說 是一些非常愉快的事情 所以 他就沒有說出來 你們怎麼看 那個女生 你們會不會去認證 我覺得 你們可能很多人已經去 就是 爭著做 那個帖子 是爆了的 在天涯和貓泡那裡 就是 已經是 不知道 好像你們的高燈 爆Post 因為 N萬的留言 就不斷開新帖 就是有人罵他 也有很多人爭著認證 好 我覺得這些事情 很不道德 你們呢 其實也有一點點暗示 因為英文版的報道 是強調 什麼 什麼 陪他 accompany 什麼 throughout day and night 好像是這樣 就是說 會陪這個男朋友 日與夜 遊玩 有一點 我懷 就是那個 它是有誇張的 就是那個報紙 英文版的報道 內容是有引號 應該是有一點點 暗示 那種意思 很漂亮 只能放下去 斬過來 中間 哎呀 差一點點 好 這些事情就算沒有暗示 也不應該 先不要決定 這些 什麼 日與夜 正常來說 你去旅行 說什麼 靠當地人 借一個 臨時男朋友 玩弄感情 之後 拿他的錢去旅行 都是一些很不動得的事情 強烈譴責 這些行為 他其實這樣 他是瘋了 嚴格來說 他是公開收兵 我現在要收兵 我每個城市 要收一個 精兵 兵長 號令 什麼什麼 好像那些三國次大戰 那些什麼 什麼 大號令 我現在每個城市 每個省份 每個旅遊景點的地方 我需要一個兵長 誰願意 做精兵 好 但是 居然是 那麼 毫無技巧的手法 但是居然有很多人 自願上帝 我都覺得很可悲 為什麼會這樣 中國的男兒 什麼時候變成 這麼好 崛起 應該立刻強烈 立刻 如果是我 我回都不回 如果我們全部 很有質素的男士 我將來 如果你是一個 達潮的國家 好 來吧 他嘗試在達潮的國家 發這些Post 那個Post 五秒內沉了 沒有人 覆都不會覆 罵都懶得罵 屁 然後就這樣 一下 眼尾都不受 好 來吧 馬上寫 SoulBlock User 嘟嘟嘟嘟嘟嘟 覆都不會覆 你們 不會 大動光火 罵他 雙方 敗得 我們 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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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免得 湾 很多人 都不覺得 圖 去旅行 我 都不說 對 我 我們很有文明的,有律法,國有國法,家有家規 我們是不容許,達潮是不容許人進行私營 可恥,絕對不可以做這些事情 我們是不會視而不見他,就算他去達潮這個地方 達潮是一個充滿文化遺產的地方 有益里長城,達潮鐵塔,達潮摩天鐵塔 達潮、瓜拉、大瀑布等等,很多名聖古蹟 他去到每個旅館,他一抵達潮就馬上有電海關人士 哎呀,我真的不懂去路 達潮的海關人士馬上把他的護照丟到他的臉上 滾! 他就馬上去 他繼續在這個地方榴槤,四圍巴結人,有免費廚師 他會問一個達潮的男人,我主理你嗎?還是怎樣? 讓你搞吧! 哎呀,差一點點 他一旦在這個達潮,他四圍巴結男人,或者什麼呢? 然後他想找些免費住宿,沒有人試過 男人都視而不見,就完全不理他 他在問,怎樣?哪裡有好東西吃啊? 然後那些人就完全沒有反應,就好像目口目念,看不到人 完全當他透明 啊? 什麼? 什麼? 有什麼景點啊? 好,來吧 然後他就屈屈寡婦,他就完全助長達潮經濟 他本身想著利用達潮人民的錢來旅行 可惜他自己就把所有錢奉獻出來 因為沒有人願意知道他就白白浪費 好,來吧 什麼達潮? 文化遺產 即是現在已經沒有了文化 文化遺產是流傳下來的 不代表現在沒有,有一個人流傳了遺產給你 不代表現在沒有這件事 你的遺產是可以變大 例如達潮的遺產是不斷的佩大 發現了什麼文字 一路那些 中國不知道幾千年的文化遺產 就會一直保持著 萬里長城 雖然那些是完全留著某些精神 什麼儒家學說啊,知而此類 是不是? 全部都會留在那裡 好,來吧 有人問達潮的益里長城 是否從香港到美國那麼長 啊? 長角繞著地球幾周 你知道達潮的益里長城的作用是什麼? 當時萬里長城就是抄益里長城 在盤古初開的時候 當時人類還會和外太空的生物作戰 益里長城就是為了保護地球 防止外太空的星人入侵 所以興建的 就會包圍了整個地球 這樣就為了益里長城 在當時會有那些衛星啊 在億萬年前 古拖的時候 那個科技還發達 現在就有些衛星啊 那些什麼圍著地球 防止外星人 拿些什麼雷射大炮 那些圍著地球 這就為了益里長城 那後來就 後人 遭過的後人 因為有些事件 不小心 不打不撞 找到一些古文書 就知道 原來有益里長城這件事 於是 燕國 趙國 和秦國三地 就弄了些什麼長城 抵禦兇奴 就在這裡借鏡 啊? 好來啦 對面來到中間 小心啊 給他上去 好 來啦 再撕上去 唉可惜啊 都是被人難倒啊 什麼? 一本正經 你胡說八道 咳咳咳 那 大概就是這樣 這件事引來很多話題 說真的 如果他 幸好 如果他這件事 是在外國那些 那些 可能是重大件事 整件事 就被人笑到面黃 那些 之前已經經常有些 什麼 girl hunt 那些外國人 有時會經常說 什麼 香港的女生 或者中國的女生 很容易追 或是怎樣 肯定又會有些不好的印象 或是怎樣 流傳了出去 然後還有一則新聞 是這樣的 話說 大陸是神經病的 有一次就是這樣的 早星期 有個懷疑 有個阿叔 突然說要去骨牆按摩 去到骨牆按摩店 去到骨牆按摩店 在廣州 在廣東的頭 不知道在哪裡 去到 那個人要求 有些特殊服務 老闆跟他說 不好意思 我們這是正經場所 沒有這些 老闆的顧客 很火 狂鬧 已經在爭執 想拳打腳踢 嘔打老闆 嘔打完一輪 他說算了 沒有小姐就算了 他打算做普通的服務 一上去 按摩了一會 他就強行要求 按摩的女師傅 去進行特殊服務 為他提供 老闆當然馬上去 說 不行 這裏是正經場所 然後又在暴走 狂鬧 那個老闆 打到 打足十分鐘 然後 怒氣匆匆地 跑了出去 初時的老闆 想著 無論如何都好 終於捱過了 誰知道閉路電視 拍到他開車回來 他好像瘋了 整輛車 一下子撞爆 骨牆的閘 撞爆完 幾二十個人 衝進骨牆路 然後 狂 圍偶 骨牆路 幾十個人狂打 骨牆路 看到被人打 他也不敢還手 但是他想擋 他怎樣擋 他撿起垃圾桶 在那裡擋 他撿起垃圾桶 狂擋 但是那些人 打他的人 瘋狂 很狠 完全沒有理會他的手 防具 總之就照樣 在鐵上 整個垃圾桶被人打 變形 全凹 那些老闆 頭破血流 之後 就 嘗試去報官 那他去報官 好 來吧 來到禁止他 啊 啊 怎麼會這樣 那他去報官 最慘的是 報官的時候 警察完全沒有理會他 警察沒有理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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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他決定 跟傳媒說這件事 傳媒的報道 就是很搞笑 最後就是 憂鬱他一默 警察不理會他 警察不理會他 大家自己想想 他這樣說 那個人 被人打得超級 他真的全打一個劇 對著頭狂 嚇 他有影片 因為有閉路電視 因為那個骨牆平常都可能怕有人 搞事 或者怎樣 有裝閉路電視 其中有一個就是 不知道 有個年輕人 撞著那個老闆的頭 對他的頭狂側下去 有一個亂面 就是三個人 圍咬他的頭 打到神經 所以 這個人就是 有點神經 你去 別人 別人沒有這些服務 不知道 那些什麼 色 色字頭上的 色色色色上腦的 瘋鬼 是不是GTA 慘的GTA 這類型 你猜不到 現實有這種事情 那人又不敢還手 你看見這傢伙這麼瘋 可能還手更嚴重 他不敢惹事,他既然有他狂罩 但也很瘋狂,最瘋狂是他拿車子一撞爆你的閘 接著還有一則新聞 話說有一個人,大家知道植物人如果變成植物人是很慘的 植物人就是完全沒有了知覺,只能躺在床上,什麼都做不到 最近他在英國有一個騙徒,有一個植物人騙保險 他自己扮演植物人 他不知叫鄰居,不知怎樣 他找鄰居做自己的遺囑保險 他的遺囑寫了鄰居是我的受益人 然後教他填好保險的東西 然後他在做假裝昏迷 他就裝昏迷 他一開始不知道怎樣跌落樓梯 他好像說假裝跌落樓梯,然後就裝暈 死都不肯起來 哇 積極性加1,剛才是黃牌呢 半單刀球 好,12碼 這一球 一箭定江山 ... 射下去吧 怎樣啊 好 我來射吧 必殺 光下去了 輕輕鬆鬆 剛才說到他在樓梯下跌倒 然後他把頸部判身癱瘓 然後他就要昏迷狀態 然後法庭就要判保險 因為他現在是癱瘓了所以不能出停 然後他在家裡演戲演全套 他經常套著頸姑、坐輪椅 然後被老婆推 他假裝昏迷了兩年 兩年時間一旦有人會來 他就會假裝職物人 坐在輪椅上完全沒有知覺 有時有些保險人的公證行會檢查 這個人長期很聰明 坐在輪椅上 後來為什麼被人識穿了 這件事最後被人知道他是假裝職物人 話說有一天警察在超級市場和隧道收費站 檢查閉路電視 然後發現有一次 這個扮椅物人的那個人曾經光顧過超市 於是在餅帶 不知道為什麼警察 可能美國小鎮的警察管的地方比較小 他可能就知道 奇怪 這個不是什麼植物人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 於是就報官 於是被人識穿了 這個就被人發現他是詐騙案 就騙了幾年保險 但這個我也覺得很奇怪 正常騙保險 通常騙這些一定是有醫生子 你知道那些保險公司也不是傻 你說他是植物人 你說是也是 為什麼會這麼容易被人騙到 我就不知道 他說為什麼保險要寫鄰居 他一開始是他和鄰居想交際的 他說其中一個鄰居是和他做一個證人 還是什麼 他就一起在那裡騙法官 他就說一開始就簽好保險遺囑 或者說如果有什麼事 就那些給你 那些錢 如果有什麼事 那我想他可能是掩口廢 那些 我也是 讓鄰居說 當時的確是跌斷了樓梯 植物人 或者怎樣怎樣怎樣 多個人證 應該就是這樣的事情 好 比上去 這就令我想起以前玩城鄰居 騙保險 但是城鄰居的騙保險 都更加高風險 他真的走出去馬路給車去滾 或者怎樣 這個人是假裝病 假裝我不能出庭 或者怎樣 然後法官就惡判了 他的確是癱瘓 或者怎樣 於是就騙了保險金 他也騙了很多錢 因為你想想 因為植物人是一個人 好像人獸保險 那樣 你這個人命 怎麼這麼貴 因為你 哎呀 因為你人生在世了 你一年就可以當你是大學畢業 他就可以計到 你大學畢業 一年大概賺十幾二十萬 這樣 他就會計回 因為你現在坦了 本身工作 還可以工作多三四十年 但現在你坦了 沒得做事 反而又要養他 那就會計到很多很多很多錢 暫時領先1比0 可惜還是被人偷到 最後一則新聞是這樣的 他說 最近香港有一個師奶 平時沒有特殊嗜好 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唱粵曲 這是最近的事 本身是無煙無酒的 他說唱粵曲之後 他發現自己的聲音越來越沙 他說越來越沙 他說什麼藥石無力 吃了什麼 什麼琵琶糕 或者怎樣 都完全沒有用 他說好極也好不回 之後就 看醫生 醫生檢查之後才發現 原來他的聲帶生了癢 因為他說你唱粵曲 你經常唱那些什麼 紫喉 紫喉應該就是那些 扮女人的超高音的聲音 你知道粵曲那些 不是蓋明輝 蓋明輝是扮一些 很低沉的男人 漂亮的聲音 就是那些超高音的 那些 好像什麼 什麼 什麼 下街沒錢買麵包 那些超高音的 好 來吧 然後他唱得多 就生了癢 他說什麼 大粒癢 他就說什麼 好像三分一粒米 那麼細 但是他已經足以令他 說話有問題 他就說 醫生就在那裡說 如果你發現自己說話 平時聲音很沙 就是賊賊地 好像豆沙聲 然後長期 說話要很用力 你覺得喉嚨用了很大力 才能說話 可能你已經生了癢 那什麼為之生癢呢 你平時 如果你有彈結他 或者什麼 或者腳走得多 那些皮很厚 或者怎樣 就好像一粒色玉 皮很厚 那些皮很厚 排鞋的 就為之生色玉 那麼他就說 生癢不是一定要做手術切割的 他說什麼 如果你靜靜的 你可以完全不出聲 如果有彈結他 就自己好 除非粒鹼是超大 我想問你有沒有試過 好像有些 我以前做老師的人 經常說話都很容易傷聲 但是後來 他們都說什麼 沒有看醫生 但是有些人要打 什麼